在韩瑜新旧团交替内卷的当下 有少女时代 Blackpink Twice相聚回归 也有Aspel Kepler Ive等新团强势崛起 但谁能想到 一部分四代团体已经慢慢被抹去 近日有韩媒报告 女团Labon将在8月份结束后解散 这是近一年内第五之前要解散的四代女团 去年还实现姻缘逆袭 成员们上人们综艺的Labon 今年就宣布女团解散 不得不说 现在的韩瑜实在是太卷了 有很多小伙伴可能对Labon不太熟悉 但他们却是 V-Wing超过现象的热门K-pop歌曲的缔造者 作为2014年出道的四代团体 Labon是许多K-pop粉心中的宝藏 虽然在内卷言中的韩瑜不算出众 但在军队商演的女团里绝对是top级人气 他们表演出色 歌曲质量达标 在劳军演出里是很受欢迎的存在 Labon原本是一支六人组合 成员金绿喜于2017年11月退出 去年组合的队长金柔炎 也在合约到期后选择退出 授予成员则转入新的经纪公司 但狗血的事情发生了 Labon本来有启示的苗头 成员素颜也在努力的靠综艺热度发展团体 可就在成员这么努力的情况下 经纪公司却表示没有经营Labon的意向 然后Labon将不得不在8月份结束后解散 这个理由真是让人难受 因为公司不想运营而解散 成员多年的心血就这样被抹去了 未来他们要何去何从 一切还是未知数 只能期待从有新的经纪公司下手 但在新团不断内卷的当下 这个可能性真的不大 今年5月20号 Cube宣布旗下女团CLC正式解散 作为发展还算不错的四代女团 CLC解散的消息让粉丝既气氛又欣慰 队员本身的实力不错 也拥有不错的人气 但后期公司却无星经营团体 次从2020年发布当局Helicopter后 就在无星作品展出 早在去年 张定星和Song就相继离队 今年有两位成员没有续约 人数急剧减少的CLC 已经在解散边缘 虽然成员们想在一起活动 但公司既然已无发展意向 成员们相继离开也就不足为奇了 目前成员大多数处于待业状态 唯有参加了选秀节目的 有真在信令团Kapler出道 这对一个有实力的四代团体 真的很可惜 不少网友表示 早就知道会是这样的结果 但还是很伤心 解散不意外 但替女孩们感到难过 事到如今我们也只能感慨 姐姐们聚在一起是很亮眼的存在 今后希望CLC的成员都能有好的发展 同样在今年1月28日 Apple所属经纪公司 宣布出道6年的Apple解散 人们在唏嘘不已的同时 也不禁感慨Apple的命运多舛 Apple成团于2015年8月 初始成员共有6人 而队长赵明 在成军不到三个月就宣布退出组合 隔年成员玄珠也宣布退出组合 之后Apple补充两位成员后 继续不温不合的发展着 原本网友以为这些都是正常的人员变动 但在2021年 玄珠的弟弟在网络上上传了名为 我是Apple成员弟弟的文章 直接了当的爆料 当初玄珠退团是遭到了队内霸凌 姐姐在队内一直受到排挤和霸凌 曾经还试图自杀 文章曝光后 不少网友指出霸凌的主谋 就是早已退团的张民 成员纳恩和真帅也被指责为凶手 虽然张民发布了否认文章 但在韩国警方进入调查后 宣布爆料者没有诽谤 警方的确认 Apple办理事件升级 不少粉丝都指责 纳恩真帅等人欺骗了他们的感情 而Apple的事业遭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和皇冠一样 Apple遭到了网友们的一致抵制 巨大的负面形象 让Apple付出无望 只能选择解散团体 出道6年被迫解散 Apple只能为自己的行为付出惨痛后果 女子组合Lovleys也没能通过 七年魔咒宣布解散 关于这个组合的解散有很多传言 但是Ulim娱乐最后宣布 各成员将分到扬镳 警队长BabySoul许约 解散的原因众说纷纭 大家最认可的说法是 公司与八位成员出现冲突 到这之后一张专辑未能成功发出 作为出道将近七年的团体 Lovleys也并没有好的发展 事实上在Lovleys解散时 距离上一次发布专辑 已经过去一年多了 主唱静就曾发文表示 已经忘了自己的职业是什么 光看Ease的话像是个美食博主 公司的不作为 是Lovleys解散的主要原因 在过去 Lovleys以清纯甜妹的风格 在含语有一席之地 成员间的感情很好 原本也都有续约意向 如果公司有表达 一丝丝发展的意向 Lovleys说不定能继续 他们的演艺生涯 可惜公司并未做出改变 各有志向的成员 只能选择离开团体 正在与新公司接触 一些成员已经做好了 未来的打算 其他成员也正在 积极的筹备当中 总的来说 Lovleys是一个 非常甜美独特的女子组合 他们的作品纯真 有把握情感 如今各奔东西 真是一件让人难过的事 2021年 还有一支解散的队伍 他们就是TS旗下的女团 Sona Mo Sona Mo 是TS于2014年 推出的女子组合 其组合内的人气成员 红一针当时有四代团 七千女之称 原被以为团体会有很好的发展 可惜TS在含于 世家著名的吸血鬼公司 旗下的团体 每一次都会与公司打官司 基本是敲诈钱财 职员虐待等内容 Sona Mo也没有逃过 被吸血的命运 组合最后一次回归活动 是2017年 在2019年时 TS放出Sona Mo回归消息 并以此为借口 向粉丝们募集了6000万韩元 然而钱到手了 回归活动却迟迟不来 不用想这笔钱应该被公司内部消化了 2021年成员们先后退出组合 12月30号 最后一位成员金到机合约到期 组合实际上解散 被公司吸血 解散还正式官宣也没有 Sona Mo算是特别惨的四代团体了 不过前段时间有消息称 TS即将倒闭 如果真是这样 也算是大快人心 也祝福Sona Mo的成员 在历经坎坷后 未来的道路是坦途 除了以上一解散的团体 DIA和拉帮一样 基本确定将于8月完成最后一次回归 然后再合约到期后解散 这是即2020年6月后 DIA时隔两年离两个月后的再次回归 DIA于2015年出道 全员颜值在线 其中的白玉冰和正采颜出道时每到出圈 发布的歌曲也很好听 但由于公司的规划 成员们基本都没有同时回归过 不是缺这个就是少那个 成员正采颜中途甚至成为了组合IOI的成员 在团内获得了很高的人气 成员白玉冰也参加了The Unit 获得第二名 以Unit成员展开活动 成员都跑出去参加选修 DIA的发展可想而知 随着成员们的相继退团 DIA也正式步入解散为生 网友们表示既可惜又满意 毕竟相比其他团体 DIA至少还有回归活动 遗憾解散的组合很多 能做到这种程度已经很不错了 全员都很美的DIA 希望能有好的未来吧 以上就是这两年相继解散的四代团体 直到现在 新生代女团还在不断打歌 上一代的粉末和Twice也宣布强势回归 在新老团体的夹攻下 这些人气没那么好的四代团体 只能面临解散危机 如果有一个好的经纪公司的话 这些团体或许还能有一个好的发展 可惜经纪公司不作为 成员也没有太过出圈的作品 遗憾的同时也只能目送着他们默默离开了 伴随着四代女团的解散 或许一个时代即将落幕 新生代女团将会再次撑起韩瑜的一片天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朋友可以关注知识 也可以在评论区和谐讨论 我是小星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